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,屏东地区发生一起害人听闻的强盗性侵案件,一名45岁江姓男子17日白天经过一户偏僻民宅,发现屋内仅有一名65岁老妇人5岁,见有机可趁进尺剪刀进入屋内抢劫。 过程中缓起色心强托老妇肠酷试图性情,索性家人及时返回阻止并报案,警方将这名男子一强盗方态性赐主罪嫌疑送法办。 这起事件发生在17日20左右,有姓清泉科的江姓贤犯一缺钱花用,骑着脚踏车到处搜寻可以下手的目标,途经一处偏僻透天措时,发现屋内仅有一名老妇人躺在沙发上睡午觉,因大门没锁,江贤便潜入老妇家中找寻值钱物品及现金。 不料,老妇因江贤找寻财务声响惊醒,江贤践行机带路便持剪刀威胁老妇人好好配合,甚至扬言自己刚出狱绝对会对他行凶,并顺手搜刮老妇身上的近3000元现金。 江贤拉扯老妇长库掏钱时,一姓清的猎根竟发作,不顾相差20岁的老妇几乎能当他妈妈,竟强托对方长库内裤,试图对老妇不利。 索性江贤与老妇拉扯过程中,老妇儿子刚好回家阻止,与试图逃逸的江贤发生牛打病报案。 屏东警方表示,江性嫌犯去年才刚出狱,也屏东县警方列管的方害性自主人口,案发后,冤警很快就据报抵达现场,与受害者家属合力把江贤压制载。 不,过程中因江贤挥舞剪刀,多人受到轻伤,全案一强盗,方害性自主罪嫌疑送,将由检掉真讯离清案情。